你好,我是Janice 我是一个海归回来的一个学生 那之后也工作了三四年这样子 那我想请教你一下 你人生也就是经过很多这些挑战 那请问一下 现在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那你看到阿里巴巴也有什么挑战 或者是我们现在年轻人 刚才说了一些 你可以再仔细再讲讲 或者是你怎么overcome你的挑战 谢谢您 我还是习惯站着讲 第一呢 我们的challenge还是很多很大 第一我们的challenge 在做一个从来没人做过的事情 没有人有经验 你说哎呀马云你有经验 我也没有经验 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都没有经验 任何一个专家都没有经验 第二呢 我们跟一批平均年龄 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在 年轻人又特别容易犯错 又冲动 又容易犯错 但有提琴 另外一个呢 人才永远不够 组织也越来越膨大 影响的人也越来越大 challenge 我们现在在淘宝阿里巴巴的 网上的购物的人 有六亿人 如果百分之十的人是坏人的话 有六千万坏人 六千万坏人中有百分之十 是非常坏的坏人 有六百万 你要处理这些技能和想法 我们是没有经验的 所以challenge非常之大 刚才你讲你是海龟 我说海龟一定要淡水养殖 土鳖一定要海里放一放 只有杂交混养才有机会 未来 千万不要觉得我海龟回来 我就把西方或者外面世界上 这东西都懂 两码事情 我们国内的人 如果你是本土制造 必须到全世界去走走 我是100% made in China 而且我还是100% made in杭州 我考大学 考大学就是希望离开杭州 离开父母走一走 结果考进了杭州 他还在杭州 但是 but never stop 我去全世界各地看看 因为我看了以后 我发现 global vision local way 你有全球的眼光 必须当地之身 而全世界学习海龟回来的人 海龟回来的人 一定要了解自己的根 了解自己这个国家的文化 了解自己这个国家的民族的特性 了解怎么跟中国的土人打架道 没有分之不灵的 我就是觉得 我其实人家说 sir Ben what is your religion 经常有人问 你的religion 我是到church里面 我是认真倾听上帝讲 我到了这个庙里面 我听菩萨 道教 我听听道教也很有道理 他们比我们聪明 他们是人类的智者 我们都得学习 永远保持好奇心 刚才我听到他有什么challenge this is great 从海龟回来 一定有这种心态 就是好心态 我那边回来以后有什么challenge 千万不要以为 我大学毕业了 我就可以干活了 博士毕业 生活才刚刚开始 只是给了你一张毕业证书而已 你只是付了那么多钱 花了那么多时间 生活long way to go 真正的博士生 毕业论文 本科的毕业论文 硕士的毕业论文 是在社会上写的 是在工作中写 是在challenge中写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challenge多到 我也说不清楚了 如果我说不清楚两个challenge 我今天就不会那么累了 我们是到处都是challenge 我以前以为当老板电影上看多了 尤其港台电影看多了 当老板都是雪茄抽抽的 大白多多多 太多很大 不是那么回事 公司越大 麻烦越大 麻烦多的大家想象不了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跟大家抱怨 根本没有时间去说什么麻烦 我们只有一条路 来一个解决一个 到后来的今天我们做到的事 要解决未来的麻烦 今天的麻烦 你永远解决不光 解决未来的麻烦 才是真正的这个战略 是真正的地方 咧 不要 我们下车的东西 不下车的东西 感谢观看